友善的支持环境是影响精神疾病复原历程中的关键 社会仍存在对慢性精神疾病患者不友善排斥 甚至是以歧视用语形容 而事实上若给予慢性精神病友更多机会 将可以看见他们优秀的工作能力 让他们更快走出困境 不管是日间病房还是慢性病房 在协助这些病友的时候 会发现这个友善的家庭跟职场的支持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甚至我说是他们复原的关键也不会过 在团体治疗中经常会有病友 就跟我们秉试说 跟治疗师或者是同侪里面就在讲说 这个社会对他们不友善 甚至有所排斥 比如说就业的时候 如果发现说他们属于精神障碍 就倾向会不录用 会有一种不明说的这种状况 那实际上如果是经过我们职能复健的一些协助 他们是很能够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的 如果你多认识了一些精湛的朋友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他跟你相处上是非常的友善而且可爱的 所以是不认识不知道就心存恐惧 认识了了解了你就会展开双手 然后欢迎他们 所以在家庭里面 邻居社区不要轻易的用这样类似说疯子这样来形容它 那我们现在也把精神分裂症改为思觉失调症 相信这样子的一个更动言语上的调整 会有更好的帮助 那实际上台北市已经设有51家精神照顾的机构 能够协助复健潜能上比较优良的慢性病友 一点一点的朝向他能力上能够发展的这个项目去做 所以我们的社会给每一位病友都有一些些的机会 那这样的话会让他们生活更有活力 那以前在病房里面带团体 我就很明显的发现到 当我们复健到某个程度 他在日间然后也学会了这个 比如说是贩卖洗车 这些稍微比较能够符合他们能力的工作 他甚至能够在医院里面就可以赚到一点点生活的费用 这对他们心理上的这种成就感来讲是非常大的鼓舞 文山职能工作坊是由一群具有复健潜能的精神康复者 共同经营的原地 以职能治疗的全人观点 规划许多社区化的职能团体 透过复健训练重建生活功能 与社区融合迈向复原之路 本来我们社区复健中心 其实它不是一开始就进来 就是说一开始就要做这些 我们的一个复健的一个活动内容 那不是会有我们只能治疗师 在一个全人的一个理念下 去评估和设立它的一个复健目标 那不是所有的人 所有的我们学员来我们的社区复健中心 都是一定要做工作训练这一块 那有可能是为了它来这边是维持它的生活功能 去适应疾病 那就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我们就会利用许多的一个职能团体 好像是独立生活团体 社交技巧团体 科技营养的团体 去协助它去维持和它现在的功能 那如果这样 因为我们的学员来我们的社区复健中心 它有一个未来的职业就业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就会把它转接到我们的工作训练的团体 像是我们的烘焙啊 我们的一个手工罩啊 或是我们的居家清洁啊等等的团体 那在这些团体里面 我们用阶段性的任务 这样的康复者 去阶段性完成它的任务 那避免说我们一开始给它太多太困难的任务 让它一开始就觉得挫折很大 那没办法继续去参与这边的活动 社区融合的一个团体 那每年我们大概会有十次的课程 那怎么样去协助我们社区民众 了解我们精神附健的学员 或是精神障碍者 那其实我们就会每年办理大概十次的活动 那这十次的活动其实 一开始我们都是办理 就是在我们房内的一个活动 那可能就是由我们的请外聘的老师 专门的老师来教社区民众 和教有兴趣来的民众 怎么样去操作一些有关什么烘焙 手工艺一些趣味性的活动 那在后期其实我们发现我们的学员 也可以适当的参与在里面 那他们当了志工甚至当了老师 那其实后期我们像我们现在办理这样的课程 我们都是以学员为中心 怎么样让学员可以最大的去呈现它的有能感 怎么样让它在社区在民众在自己 都能呈现出一个我可以的一个状态 卫生局表示若您或亲友想了解台北市相关精神附件 心理卫生资讯或活动详情 可拨打心理咨询专线0233937885 将有专人服务 呼吁社会大众能给予精神病患者 再多一点接纳友善倾听及关怀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